苹果2020年下半年iPhone全部支持5G 分析师如是说 天锋国际分析师郭明池发布了新的预测报告 他表示三款2H20iPhone全部支持5G 郭明池认为为了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 苹果在2020年下半年的三款iPhone将全部支持 MMWAYE addSUB-6GHz联网 2020年iPhone PA出货量45%至6亿至6.5亿颗 郭明池指出针对SUB-6GHz市场 苹果可能有动机推出仅支持SUB-6GHz的5GiPhone 用较低的成本与售价来争取实战率 7月26日苹果正式宣布已同意收购 Intel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部门的相关业务 根据上游产业链人士分析 到2021年所有的iPhone均开始支持5G 同时苹果将在2022年至2023年之间 推出自演的5G调制解调器 以减少对高层的依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